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惊喜官宣 杨子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不辜负父亲期望。 从家有儿女童星成长为影视圈知名明星,演技受认可。 长相林佳却充满魅力,宇兆路斯、古爱玲等一同展现中国风采。 杨子的成长历程让人感动,从童星到如今的成就,真的是一不一个脚印,实属不易。 杨子于6月26日出发巴黎,担任奥运火炬手。 成为奥运火炬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认可。 之后,法国驻华大使馆发布宣传奥运的微博,带上了杨子将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的词条。 杨子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意味着他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力,在国际上也逐渐被认可。 杨子也是在小时候就于奥运沾边,他的爸爸希望深奥成功,于是给他起名杨尼奥。 如今他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当年深奥成功了,今年自己也当上了巴黎奥运会的火炬手。 杨子的名字背后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真是命运的奇妙安排。 了解杨子的人,大概都是从耳熟能详的《家有儿女》中看到杨子的。 《家有儿女》身为一代人的童年,里面杨子饰演的小雪也被家长们称为国民闺女。 作为国民闺女,杨子的角色深入人心,是很多人童年的美好记忆。 小雪这样的一个角色带给她了不少的资源,也非常深受观众的喜爱。 观众们也是将杨子从《家有儿女》中同心看到现在知名的明星。 观众们见证了杨子的成长,陪伴她一路走来,真是一种特别的情感羁绊。 一步一个实打实的痕迹走到现在的地位。 演技从小积累出来,到目前塑造的角色多之又多,不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剧, 她都能手拿把掐的将角色的形象细腻地表现出来。 杨子的演技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精湛,能驾驭多种类型的角色,真是难得。 在去年的小妖到今年的麦成欢,无异角色能困扰住她,她都能将其独特的角色魅力展现出来。 杨子不仅在影视剧里,还在电影里留下了一个个脚印。 她的角色转换自如,每一次的表演都让人眼前一亮。 年纪轻轻就在影视圈站住了脚,但是这一切的成就还是要从她大学的时候说起。 刚上大学的她,就触触头简历,给自己找机会。 但是娱乐圈人才积极,从不缺演员。 现实也不断地给这个年轻人泼了一盆有一盆的冷水。 甚至在临开机被换了人。 出入影视圈的艰辛让人心疼,但正是这些挫折磨练了她的意志和演技。 当年的童星将她死死锁在那个位置。 之后她开始在大学里接受系统的学习演戏。 出演了乐颂中的邱莹莹,让观众表示将邱莹莹的单纯可爱演绎的生动起来。 在大学里重新开始的她,凭借乐颂重新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展现了她的韧性和实力。 之后杨子像是逆风翻盘般,不断出现在大众眼前。 依靠长相思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女主角。 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近期出现的消息,让一直支持她的粉丝兴奋不已,她也有了新的身份奥运火炬手。 在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上的照片中,看着杨子手握火炬,脸上洋溢着中国人的大气和青春的活力。 高高的马尾,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年近三十岁,不仅经历了事业上的周折突围,还遭遇了舆论上的粉黑大战的女明星。 如今却站在国际的舞台,享受她应得的荣誉,并且向世界展示中国演员魅力。 看到杨子手握火炬的那一刻,真的是百感交集,她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杨子的长相放在娱乐圈其实并不是很突出的,但是却给人一种邻家姑娘的既视感。 正是这种邻家姑娘的气质,让她在人群中显得特别亲切和真实。 如今被受邀去巴黎奥运会杨子担任火炬手的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祝福。 网友们的热议和祝福证明了大家对杨子的喜爱和支持。 除了杨子,还有许多中国知名人士担任巴黎奥运会的火炬手,包括同位中国演员的赵露丝,中国滑雪运动员古爱玲等等,展现中国魅力的代表人物。 这些受邀的火炬手们都来自各个领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争光,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充分展现出充满活力和自信的中国。 这些代表人物的共同亮相,展示了中国的多样性和活力,让人倍感自豪。 肖战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 新华社居然出现了肖战的90秒微视频,肖战的一番话简直太感人了,果然是咱们的主流演员肖战呀。 新华社选了肖战在正能量、励志剧梦中的那片海里的片段,肖战在剧中说的那一番话呀,真是让人感动得要哭了,超级鼓舞人心。 对于肖战来说呀,他如今的成就那可离不开他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持。 肖战的演绎之路可不是一直都顺顺利利的,早期的他就是个没啥名气的普通人而已。 不过,凭着他对表演的热爱还有对梦想的执着,肖战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这么高的位置。 肖战能够入选这个微视频,那可不是偶然的。 从他出道开始,肖战就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励志这两个字。 他从一个没啥名气的小演员,慢慢成长为现在备受关注的实力派演员,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多少困难呀,又付出了多少努力呀,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 想想肖战的成长经历,真的是充满了艰难和汗水。 他曾经在一次采访里说,我从一校毕业以后,整整七年都没接到一个像样的角色。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不就是咱们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吗? 肖战的努力终于有回报。 陈情令的爆红让他一下子就出名了,但是他可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起来。 相反呢,他更加努力地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啦,不断地挑战新的角色。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从偶像剧到正剧,肖战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个有颜值的偶像,还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前段时间央视新闻也在播报肖战的相关内容。 这就说明,肖战在成为正能量偶像的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被大家认可。 肖战在新华社90秒微视频里的经验表现,又一次证明了他作为一名优秀演员和正能量偶像的实力和魅力。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支持。 在以后的日子里呀,肖战会继续保持初心,不断追求卓越,给观众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感谢您的心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